第二十一题,关于照相机的叙述何者错误,选项A,快门可以控制曝光时间,这个是对的,快门过快会导致照片过暗,这也是对的,快门如果很快,曝光的时间短,进来的光量少,所以会导致照片过暗,选项B,光圈可以控制进入相机的光线量,这也是对的,我们知道光圈就是让光进来的孔洞,孔洞大进来的光就多,孔洞小进来光就少, 所以光圈可以控制进入相机的光线量,选项C,拍照时在底片感光源线COMS上是产生导致缩小的时像,这个是对的,照相机所成的像都是缩小导致时像,选项出光圈越大进入相机的光线越多,这句话是对的,影像越清晰,所以光圈越大越好,这个是错的,光圈越大,我们的景深就越浅,景深就是清楚, 清楚的范围,也就是光圈比较大的时候,清楚的范围会比较小,并不是影像越清晰,所以也不是光圈越大越好,所以选项珠是错的,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,关于照相机的叙述何者错误,我们答案选的是珠,光圈越大,进入相机的光线越多,影像越清晰,所以光圈越大越好。 感谢观看